格力乔 格力乔 你怎么了 你快醒醒啊 别丢下我一个人啊 大人 你太厉害了 这么轻松就抓到格力乔了 好像有人过来了 我先找地方躲起来 看看是谁把格力乔打成这样子的 格力乔现在中了 我的黑魔法短时间只不会醒过来的 你在这里帮我看着它 别让它跑了 我要变成格力乔的样子 把光明奥特曼全部抓起来 贝利亚 大人请放心 我一定会看好格力乔的 那就好 我先去光之国找赛罗他们 欧布原来是你 没想到你背叛了光明投靠了黑暗力量 我要好好地惩罚你 格力乔 你去哪了 赛罗都找了你一天了 有个怪兽抓住了我 赛罗看到后和怪兽战斗起来 可是那个怪兽太强大 赛罗打不过他都受伤了 我回来就是找你们寻求你们的帮助 完了的话 赛罗真的危险了 伙伴们 赛罗有危险 咱们大家一起去救赛罗 哈哈 这帮人也太傻了 这么容易就被我骗了 这下我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了 等一等 大家都别去 这个格力乔是贝利亚变的 我们不要上大 格物的赛罗 你有坏我好事 我不会放过你的 利亚大人 我把赛罗抓回来了 欧布 干得漂亮 小诗一桩 对了 你让我抓赛罗到底要干嘛 我要让赛罗变成光之国最丑的男人 这样格力乔就不会再喜欢他了 巧妹妹 巧妹妹 你是谁啊 那么丑别过来 巧妹妹 我是赛罗呀 你才不是 赛罗哥哥那么帅气 你那么丑怎么可能是赛罗哥哥 你别碰我 就是别碰格力乔 你那么丑还敢碰格力乔 格力乔 我们走 格力乔 你愿意做我欧布的女朋友吗 我愿意 巧妹妹不可以 你不可以答应她 怎么又是你 我已经有男朋友了 求你以后离我远点 巧妹妹 我真的是赛罗呀 小伙伴都可以为我证明 为什么你们都不相信我 格力乔 我们真的要这样做吗 你看赛罗好伤心啊 我也不想 可是还有什么办法 我问过奥特之父了 他说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惊怒赛罗哥哥 让他化悲愤为力量 才能冲破贝利亚的诅咒 所以我们只能惊怒赛罗哥哥 赛罗哥哥才有可能变回原来的样子 迪迦 带拿你们上吧 好 这不是丑八怪吗 别挡到 你们别欺人太神 欺负你怎么了 你们 你们太过分了 是 我竟然恢复了 赛罗 你恢复了 太好了 赛罗 你终于恢复了 你们这是 赛罗哥哥 太好了 你终于恢复了 巧妹妹 你不是不要我了吗 傻瓜 我怎么可能不要你 就算你在仇你 也是我的赛罗哥哥 我们之所以这样做 都是为了让你变回现在的样子 谢谢你 乔妹妹 还有迪迦 带拿 谢谢你们 哪里来的小弟弟 好可怜啊 父亲 你快出来 赛罗怎么了 哎呀 你从哪里带回的小弟弟 怎么他的胸前还挂着一个牌子 这是我在河边捡到的 看他可怜就带回来了 以后就让他和我们一起生活吧 不行 我每天教导你就已经很辛苦了 我可没有时间照顾他 父亲 我以后一定乖乖听话 不让你辛苦 以后就由我照顾他吧 我们收留下他好吗 好吧 以后照顾他的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你可要当一个好哥哥呀 好的没问题 小弟弟 既然你胸前的牌子写着泽塔 那以后你就叫泽塔吧 赛罗快过来吃饭了 来了来了 哇 大烧鸡 糖醋排骨 还有红烧鱼 看着也太好吃了吧 来 泽塔弟弟多吃点肉肉 谢谢赛罗哥哥 喵喵喵 真是太好吃了 赛罗哥哥你也快吃 哥哥就不吃了 哥哥都已经长这么高了 你还小 要多吃点肉才能长高高 等我长高高了 就可以保护赛罗哥哥 泽塔快吃吧 吃完饭哥哥带你去玩游戏 赛罗哥哥给我推荐的游戏真好玩 泽塔你在干什么呢 我在玩游戏呢 看起来挺好玩的 快给我玩一下 这个长得黑黑的哥哥 我们可以一起玩呀 谁要和你一起玩 我要自己玩 贝利亚 你竟然欺负我弟弟 看我怎么收拾你 哎呀 好疼啊 赛罗别打了 手机还给你 这次就放过你 下次你要是再敢欺负我弟弟 我一定饶不了你 赛罗哥哥你好厉害呀 哥哥可是很厉害的 泽塔你下次要是遇到危险 就大声喊哥哥的名字 哥哥会及时赶到的 好的 谢谢赛罗哥哥 妹妹 这是我给你买的新裙子 看看喜欢吗 哇 可是赛罗哥哥这个裙子肯定更贵吧 你怎么有那么多钱 给我买裙子 我现在打三份工呢 一条裙子还是买得起的 谢谢赛罗哥哥 迪迦 你看看人家赛罗对格力桥多好 你再看看你 从来都没有送过我东西 我也想要一条裙子 你快给我买吧 卡蜜拉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没有打那么多份工 我买不起这么贵的裙子呀 我不管 今天你必须给我买 不然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 别别别 我买还不行吗 赛罗你出来一下 我跟你商量点事情 迪迦 叫我什么事 我最近手头不是很宽裕 你能不能借我点钱 我想给卡蜜拉买一条裙子 等我找到工作了 就会还给你 我们是兄弟当然可以了 给你 谢谢你赛罗 等我有钱了 就立马还给你 我现在就去给卡蜜拉买 我的钱呢 刚刚才有个黑影飞过去了 应该是被她抢走了 我都这么可怜了 还要抢我的钱 谁这么没良心 我们还是先赶紧找找线索吧 师娘 快点回去吃饭吧 再不吃饭 饭就要凉了 泽塔 我不吃饭 我想在这里等赛罗哥哥回来 师娘 就算你要等赛罗师傅回来 你也要吃饭啊 不然你生病了 到时候赛罗师傅 赛罗师傅看到你生病会很伤心的 泽塔 你说赛罗哥哥这次去的贝利亚决战都已经去了一个礼拜了 怎么还没有回来了 师娘 你放心吧 赛罗师傅战斗强大 小伙伴又喜欢他们 只要有小伙伴的神秘能量 我相信赛罗师傅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泽塔 我现在好担心赛罗哥哥 赛罗哥哥一定要走边回来 格里乔还在等着你 师娘 你放心吧 师傅不会有事的 师娘你看有流星 发真的好多流星好漂亮啊 师娘 快点许愿 让赛罗早点回来 小伙伴们 格里乔真的太担心赛罗了 赛罗要跟贝利亚决斗你们会给他能量吗 孤雍者好听 踏山河好听 踏山河就一口水歌 听着耳朵难受 朋友们你们说对不对 孤雍者已经不火了 现在已经没有人听了 你们说对不对 要不这样吧 你们两个 一人各自唱一首 让屏幕前的兄弟们给你们打分 你们谁先来 我先来 让你体会一下孤雍者的魅力 爱你狗声又暗响 爱你不归的模样 爱你对着过绝望 不肯哭一场 爱你破烂的一场 却感动明明的强 爱你和我那么像 缺口都一样 去吗 陪吗 这蓝绿的披风 站吗 站哪 一醉卑微的梦 虽然你们奥特曼唱的确实不错 但是我们怪兽也绝对不唱 我感觉这两首歌都很好听啊 为什么还要吵架呢 赛罗哥哥 这天太热了 我好渴呀 格力乔 那你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 我去买点水 记住千万不要乱跑啊 好的 赛罗哥哥 那你快去快回 好热呀 先找个一凉的地方休息一下吧 赛罗走了 只剩下格力乔一个人了 赶紧去告诉贝利亚大人 贝利亚大人 我看到赛罗走了 把格力乔一个人留在了那边 这是我们抓住格力乔的好机会 真的吗 看我把格力乔抓回来 格力乔 现在就你一个人在这里吗 贝利亚 怎么又是你 你就像个跟屁虫一样 我到哪里 你就跟到哪里 你就不怕我赛罗哥哥吗 哼格力乔 你也就知道用赛罗来吓唬我 你就像个小孩子 只知道躲在赛罗的背后 现在赛罗不在你什么也不是 你胡说 你要真的勇敢的话 敢不敢跟我来 不要告诉赛罗 有什么不敢的 即使没有赛罗哥哥的帮助 我也能打败你 那就跟我来吧 不知道格力乔他会不会真的跟过来 老板 你这辆车多少钱 我有急事可以卖给我吗 可以 一千块钱卖给你 等一下 我出一千五百块 卖给我 我出两千 求求你了老板 我真的有特别着急的事 需要现在就走 不好意思 谁出的钱多我这辆车就卖给谁 我出三千 我出四千 我出一万 哈哈 我可是贝利亚 你有我有钱吗 哼 那可不一定 我赛罗哥哥也有钱 我出五万 十万 二十万 五十万 一百万 六百万 好吧 贝利亚 还是你有钱 我放弃了 我打车走吧 出租车 这位帅气的男士 六百万 请付款 哼 给你 赛罗哥哥 赛罗哥哥 我在这里 怎么样呀 赛罗哥哥 贝利亚给你钱了吗 给了 给了六百万 一样五百块的电动车竟然卖了六百万 贝利亚真是个大土豪啊 他哪里是大土豪 分明是冤大土豪吗 真够纯的 可恶 总感觉哪里不对呢 我怎么感觉我上当受骗了呢 赛罗哥哥哥 只要遇到危险 你就丢出奥特勋章 我马上去救你 好的 赛罗师傅 真的有那么灵吗 我先试试看 泽塔发生了什么事情 是不是遇到了危险 赛罗师傅 我只是想试试这个奥特勋章是不是真的有效 你放心吧 泽塔 这个奥特勋章有我的力量 我可以瞬间过来找你 觉得我有个很厉害的奥特勋章 只要我已丢出去赛罗师傅就会来救我 少吹牛了我才不信呢 不信你看 万兽在哪里 泽塔你没受伤吧 师傅不是的 我想试一下会不会失效了 泽塔你不要乱使用奥特勋章 你再导弄你就不来了 真是无聊 不就想玩玩吗 飞飞这里有一只小奥特曼我们 赶紧把他抓走 赛罗师傅快来救我呀 泽塔又在报假信号吗 我再也不信了 赛罗师傅 我看见泽塔被法尔大帝抓走了 你也跟泽塔拼师傅对不对 师傅我说的是真的 快 快点追上他们 法尔大帝快放了我的徒弟 原来是赛罗的徒弟 对不起 我知道错了 我马上走 师傅你真的来救我了 我只是会默默的保护你 而不是让你拿来趟玩 再有下次我不会保护你 四闷 赶紧来吃饭吧 今天我给你们准备了汉堡 迪迦 你有两朵大红花 给你两个汉堡 格力桥有三朵大红花 就给你三个汉堡 爱罗 你怎么一个大红花都没有 今天不能给你汉堡吃 大红花是帮助别人才能获得 你一朵大红花都没有 说明你就没有帮助别人 不帮助别人的孩子 大家都不会喜欢的 你们都错了 你们全部都错怪赛罗师傅了 整个事情是这样的 老爹 你怎么了 快醒醒啊 杰德 这是怎么了 你老爹怎么晕倒了 我们赶紧把他送到医院去吧 幸好送得及时 现在病情已经稳定了 但是需要住院治疗 你们去办理一下住院手续吧 医生 那住院手续需要多少钱 大袋十八的金币差不多了 你老爹最近还要多吃一点有营养的 要这么多金币 这可咋办啊 最近家里也没收入 少拿找这些金币啊 杰德 你别着急 我们一起想想办法去解决 我这里有十个金币 我先借给你吧 先就你老爹要紧 谢谢你赛罗师傅 但这还是不够啊 还差好多 杰德 你是不是很缺钱了 我可以给你 太好了 谢谢你叔叔 先别着急 谢 我可是有条件的 我的条件就是必须要用你们的大红花来换 现在只要一个大红花 就可以换一个金币 杰德 我这里有八个大红花 可以换八个金币 这样你老爹就可以办住院了 你好 我跟你交换吧 给你八个大红花 哈哈 你这八个大红花是我的吧 来 给你八个金币 杰德 你把这八个金币拿着快去管你住院吧 谢谢你赛罗师傅 你这样帮助老爹和我 你身上的大红花都没有啦 这可是你帮助了很多人才得到的大红花 没关系的 我这个没什么的 只要你老爹好起来 才是最重要的 对不起赛罗 我误会你了 你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孩子 赛罗对不起 我错了 我把我的汉堡送给你吃吧 没关系的 谢谢乔妹妹 我的汉堡也分给你吃吧 谢谢你离家 不过这些汉堡还是给杰德的老爹吃吧 可以让杰德的老爹补充身体营养 咱们一起送过去吧 好呀 我们愿意 谢谢你们 特别要感谢的就是赛罗师傅了 小可爱们 你们觉得赛罗师傅是一个有爱心的奥托妈妈 你们愿意把你们的大红花送给她吗 赛罗哥哥 你怎么了 这几天怎么没见你出去过呢 格里乔你走吧 我这几天有点不舒服 不想出门 你是生病了吗 快开门让我给你看看 都说叫你走了 我没事不用你管 你以后再也别来找我 听见你的声音就烦 赛罗哥哥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难道你不爱我了吗 师傅你打算瞒到什么时候 师娘迟早会知道的 我也不想瞒着她 眼下我的时间不多了 在我陨落之前 我不想让乔妹妹知道 贝利亚我来了 你答应过我 只要我来了你就会放个格里乔的 你现在就可以带她走 但是她的灵魂已经破碎了 你就算带走她也没用 为什么会这样 你到底对乔妹妹做了什么 你是来救人的 还是来追究责任的 你再不救她 她就会陨落 那我要怎么才能救她 你只要把你的灵魂献祭给她 格里乔就会醒过来 但是你将会陨落 只要能救乔妹妹 我什么都不在乎 泽塔 以后乔妹妹就交给你了 你要答应我好好照顾她 放心吧师傅 我会好好照顾师娘的 再见了乔妹妹 赛罗哥哥 你为什么要这么傻 你不在的日子我怎么过 泽塔 你快想想办法救救赛罗哥哥 对不起师娘 我也无能为力 赛罗哥哥 我好笑 我每天都在看一只前天里拍的视频 我好想念你啊 天哪 太吓人了 怎么了 格里乔 师娘 你别急 发生了什么事 慢慢说 刚刚我在逛街的时候 突然冲出来一个怪物 一直追着喊我的名字 真是太吓人了 什么 既然有这种事情 难道是有怪兽混进光之国的 大家一起去看看 你们看 那个怪物就在前面 站住 哪里来的怪物 混进光之国有什么邪恶计划 哦不 是我呀 我是赛罗 这是师父的声音 你真的是赛罗师父 小泽塔 当然是我了 昨天晚上我们还在一起吃火锅呢 真的是赛罗师父 赛罗哥哥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今天我在巡逻的时候 小怪兽 赶来光之国捣乱 你还早了两万年 可恶 赛罗你别得意 等我的援兵来了有你好看 少吓唬人了 本少爷从没怕过怪兽 是吗 你看看你的身后是谁 赛兔子你中计了 被老黑你太卑鄙了 有本事和我正面战斗 别打嘴杖了 看我把你变成小怪物 让你再也接收不到光之力量 现在我变成了小怪兽 连光之能量都没有了 太可恶了 难道就没有办法能破解这个变身吗 赛罗哥哥 我有个办法 只要小可爱们发送给你表情包能量 用爱心给你传递力量 就可以让你恢复正常了 小可爱们 我需要你们的帮助 泽塔跟我说 有一只怪兽混进我们的队伍里 我怀疑你们四个 其中有一个是怪兽变的 我可不是怪兽 我是无敌的奥特战士 我怎么可能是怪兽 我是赛罗的好兄弟弟家 我是可爱的小杰的 怪兽有我这么可爱的吗 我是人见人爱的太家 相信光的小朋友都喜欢我 泽塔跟我说 怪兽都不会唱《与你到永久》 你们每人唱一首《与你到永久》 我就知道谁是怪兽了 得开你先唱 我们的轻轻喝醉 欲言明里下个不停 往这走过的脚印 游泣去药平静 挡着你的眼睛 我只说不惜的表情 你路上有你 你会有了你 在你身上不在意气 你迎着我 迎向远方的天国 路上也有点难 也有难过 都遭遇的冲动 因为你是我 生命中的所有 从我的心放在你手上 给你一条永久 你家该你了 好好唱别让我失望哦 花儿开在雨中 雨水监视你的眼眸 怕我说的太晚 让你如此的承担 面对岁月的河 对你已经不发割舍 我是爱着你 深深爱着你 一首属于火亮的歌 迎着风 迎向远方的天空 路上也有艰难 也有那些我 投资的从容 因为你是我 生命中的所有 这么大心放在你手中 陪你到永久 看着你的眼睛 我最熟悉的表情 一路上有你 因为有了你 人生与春不再冷清 最后一个到你了 太罗 我马上就知道谁是怪兽 风啊轻轻的吹 雨夜绵绵下个破天 望着走过的脚印 又崎岖又平静 看着你的眼睛 我最熟悉的表情 一路上有你 因为有了你 人生与春不再冷清 一路上要你 因为要了你 人生与春不再冷清 因为你是我 生命中的所有 将我的心放在你手中 陪你到永久 怎么都会唱 还唱得这么好听 我也不知道哪个是怪兽了